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50個食環署職員 來去拆我們兩檔小花檔 所以我重申 我們是根據這個協議是做事的 而如果食環署一意孤行 要去清拆我們的攤檔 我們是不會阻止他們 也都沒有需要和他們有任何衝突 就讓全世界見到 這個政府是有多麼荒謬 解釋到為何你們不會自己拆 還有他有說到會保留追究權利 你擔不擔心 首先一 我不覺得我們這些展品 是違反任何的規則 所以我絕對是不會拆的 我歡迎食環署 他有意見的 就正如他所說 他自己去找人拆 而至於他說保留一切法律的追究 我們社民連遇了 我們亦都不會害怕 你就用不同的方法去打壓 賣朵花都不給 用點在香港 會不會和大家選擇 什麼是花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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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聯 很簡單 我們有很多的花位 例如有先人獎 就是代表我們香港人 在過去這七個月來 多麼堅危 亦都是面對警察暴力是不懼怕的 當然跟反對警察暴力是很有關係的 亦都我們有滿天星 亦都有劍欄 就是代表我們香港人 面對這個送中條例 好像一把劍一樣 完全不害怕 其實我們所有花都有個故事的 有了價錢牌 有了解釋在這裏 就是想過來拆 當然 現在這一刻未知道 可能這個食環署 聽完我的解釋之後 他認同 但是我對這個食環署不寄予厚望 好 謝謝 還未來? 他等你們走了才來 謝謝 謝謝